这几天,我的朋友张凤霞忧心忡忡,因为他的亲生母亲这段时间身体不好,想来他的家里养老。 但是,凤霞心事重重,因为他的父亲和继母一直跟着他生活,对于自己的父亲和继母,凤霞和他的丈夫都很孝顺。 但是,对于自己的亲生母亲,凤霞却怎么也不想给母亲养老,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可凤霞对待他的母亲却是没有一点感情。 在他的记忆中,母亲的印象很模糊,凤霞的母亲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她名谋好齿,身材苗条,属于那种不化妆就特别好看的人。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有许多亲戚朋友们上门提亲,他们每个人都会和凤霞的母亲说,这个小伙子长得英俊帅气,和你站在一起就是天生的一对,你一定要去见见他,看看合不合适。 然而,凤霞的母亲却不为所动,因为她看中了凤霞的父亲震东,凤霞的父亲虽然长得又低又胖,但是,她的家里开了一个小铸造厂,并且凤霞的父亲还是家里的独生子。 如果和她结婚之后,以后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的。 于是,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凤霞的母亲就嫁给了凤霞的父亲。 刚刚结婚那两年,母亲确实是过了两年幸福的生活。 她每天穿的衣服都不重样,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因为娘家是一个村的。 所以,凤霞的母亲经常给娘家送各种吃的穿的,在邻居面前特别地有面子。 这样的生活大概过了三年,父亲开的铸造厂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不但工人们的工资都发不下来,而且还欠了不少的账。 母亲的生活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上,她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特别地艰难,和以前的生活简直没法比。 越看丈夫越不顺眼,每天都在家里找事情。 那个时候,凤霞才刚刚一岁。 等到凤霞一岁多的时候,母亲实在是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了。 因为她还年轻,并且长得还漂亮。 所以,她又认识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 那个小伙子还没有结过婚。 凤霞的母亲就和父亲提出了离婚。 在三十八年前的农村,有许多人觉得离婚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 于是,奶奶抱着凤霞,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和儿媳妇哭诉着。 不要让她离开这个家,更不能离开凤霞。 因为凤霞还不会走路,她不能没有母亲。 然而,母亲确实冷笑着告诉自己的婆婆。 你以为当时我为什么要嫁到你的家里,你的儿子长得也不帅气。 主要是你的家里有钱,现在你的家里不但没有钱了,反而欠了那么多的债。 我真后悔嫁到你们家里啊,不让你们一家人赔我钱就是好的了。 后来,婆婆还是在一边苦口婆心地劝着自己的儿媳妇,母亲确实铁了心地要离开这个家。 她不顾一家人的苦苦挽留,硬拉着凤霞的父亲去民政局办了离婚证。 自从离了婚之后,凤霞的母亲就像出笼的小鸟一样。 她义无反顾地又嫁到了隔壁村,家里只剩下奶奶带着凤霞。 父亲和爷爷还要出去挣钱还账,因为家里没有钱买奶粉。 在凤霞小的时候,奶奶就喂了一只羊。 凤霞一直喝羊奶长大。 母亲虽然嫁到了隔壁村,听说那家的条件还不错。 但是,她从来没有看过凤霞,也没有给凤霞买过一块饼干。 凤霞和外婆家住在一个村子里面。 虽然母亲经常拿着好吃的去看外婆,但是她从来也没有看过凤霞一次。 母亲常常告诉左林幼舍,我不会去看我的女儿,因为她和我的前夫长得很像。 我根本就不爱那个前夫,嫁给她就是一个错误。 看到这个女儿,我的心里就更难受了。 所以说,凤霞从小在奶奶和父亲的抚养之下长大。 父亲虽然生活过得很艰难,但是,她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挣钱,争取给女儿创造更好的生活。 只要有好吃的,爷爷和奶奶从来也舍不得吃。 他们都会给凤霞留着。 因为有了家人的关爱,凤霞从小到大对自己的母亲没有一点印象。 每当下雨的时候,当她看到别的同学们有妈妈来送伞的时候,而自己一直都是奶奶来送伞,凤霞的心里总是想着, 我的妈妈到底长什么样子? 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虽然凤霞的外婆和凤霞住在一个村子里面,但是,凤霞的外婆一家人看见凤霞都是躲得远远的。 母亲也从来没有看过凤霞,他们都把凤霞当作陌生人。 凤霞的奶奶是一个很自立的人,她不想让凤霞伤心, 更不想让凤霞知道她的母亲就住在附近,就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给凤霞。 平时凤霞追问母亲的时候,奶奶只是说凤霞的母亲已经离了婚,去了外地。 奶奶只想着怎么把凤霞抚养长大,凤霞在学习上面也很用功。 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期末开始,语文的作文题目是, 我的妈妈,考试的时候,同学们都发表自己的各种观点, 把妈妈平时对自己的各种关心和爱护写了下来。 然而,凤霞却在卷子上面写下了, 我的奶奶,凤霞从头到尾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妈妈。 那次,凤霞的考试成绩很不好。 语文章老师是一位刚刚调过来的年轻女老师, 她温柔漂亮,对同学们也很好。 但是,她对凤霞的家庭情况不了解。 那天,她看到凤霞的作文写跑题了, 当时就十分地生气, 把凤霞从座位上面叫了起来, 严肃地说道, 我虽然刚来这个学校没有多长时间, 但是,我听说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子, 平时学习成绩也很好。 这次考试的时候,怎么这么粗心? 凤霞听了张老师的话之后,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因为她连自己的妈妈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她更不知道该怎么写。 但是,她的年龄也很小, 不敢在老师的面前说一句话, 只好委屈地哭了起来。 看到这些之后, 老师也无可奈何。 就在这个时候, 心直口快地班长站了起来。 她告诉老师, 我的父母告诉过我, 凤霞的父母已经离了婚, 那个时候凤霞还很小, 她对自己的妈妈没有印象。 凤霞的家里也很穷, 让我平时多照顾一下凤霞。 张老师听到这些话之后, 她一下子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就急忙走到凤霞的身边, 开始给她擦眼泪。 从那天开始, 张老师在生活中就特别地照顾凤霞。 她只要从家里带来好吃的, 放学的时候, 都会把凤霞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一边给凤霞谈心, 一边让凤霞慢慢地吃。 有时候, 张老师看到凤霞的衣服小了, 她还会给凤霞买一件新衣服。 在凤霞上小学的那几年, 张老师一直照顾着凤霞。 等到凤霞上初中之后, 张老师的朋友刚好是凤霞的初中老师。 于是, 张老师就让她的朋友平时多多照顾凤霞。 所以说, 凤霞在上学的那些年, 她一直都是健康快乐地成长着。 她的心里一片阳光, 她的世界里面都是爱。 因为凤霞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温暖, 她觉得自己和老师们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但是, 老师们却在生活中处处照顾自己。 后来, 凤霞考上了大学之后, 一直到现在, 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凤霞都会去看自己的几位老师。 特别是张老师。 凤霞和张老师坐在一起。 他们两个人有说不完的话。 等到凤霞上高中的时候, 父亲已经把家里欠的账都还完了。 他家的经济条件也稍微好了一些。 奶奶就让凤霞的父亲 再娶一个媳妇。 因为凤霞的父亲是家里的独生子。 奶奶想着再来一个儿媳妇, 给他生一个孙子。 谁知道, 凤霞的父亲听了这些话之后, 他的头摇得就像波浪鼓一样, 直接就对自己的母亲说道, 我说什么也不会再娶媳妇的。 娶媳妇估计要花不少的钱。 有那些钱了, 还不如供凤霞上学。 我觉得有凤霞一个女儿就够了。 凤霞的学习成绩那么好, 将来她一定能考上大学, 我要多积攒一些钱, 供凤霞上大学, 将来让她给我养老。 所以说, 在凤霞上大学那几年, 父亲更是省吃俭用地供她上学。 就算是凤霞考上大学, 母亲也没有出现。 因为母亲当年嫁到了隔壁村, 没过几年, 她的丈夫就出车祸瘫痪在床了。 凤霞的母亲又嫁到了 十几里地外的一个村子, 那个男人比她大十几岁。 但是, 她的家里很有钱, 母亲每天都吃喝不愁的, 她早已经把自己的女儿忘记了。 后来, 凤霞参加工作之后, 她的父亲已经五十岁了。 凤霞的爷爷奶奶也因病去世了, 家里只留下了父亲一个人。 凤霞觉得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太孤单了, 她想着接父亲去市里养老。 但是, 父亲觉得自己还很年轻, 她说什么也不去女儿的家里养老。 凤霞不放心父亲一个人在家里, 就开始托亲戚朋友们给父亲介绍一个老伴。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 继母张阿姨走进了凤霞的家里, 看到父亲有人陪伴了, 凤霞这才安心地回市里工作了。 凤霞今年已经快四十岁了, 她现在有一份如意的工作, 还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因为父亲的年龄也大了。 所以, 凤霞就把父亲和继母都接到了市里, 让他们两个人住到自己的家里。 而父亲或张阿姨却是闲不住的人, 自从住到凤霞的家里之后, 他们两个人把家里的各种家务活都包了。 凤霞也会经常带着两位老人出去旅游, 给他们买各种吃的穿的。 或许在凤霞的心里, 他早已经把继母当作自己的母亲看待了。 因为凤霞生孩子的时候, 继母不分白天昼夜地伺候在凤霞的床前, 并且还一直帮着凤霞带孩子。 凤霞还经常告诉我们, 等到继母老的时候, 他准备给继母养老。 然而, 凤霞的亲生母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虽然又嫁了两家, 但是都没有生孩子。 他的第二任丈夫前几年也因病去世了。 他的三个儿子把家产分了之后, 就把继母赶出了家门。 母亲已经62岁了, 他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 手里也没有存款。 但是, 为了维持生计, 他只好又回到了自己的娘家, 住到了老院子里面, 每天跟随着村民们去村子外边储地挣钱。 现在的天气越来越热了, 母亲每天都累得腰酸腿疼。 但是, 他还要顶着太阳去干活。 因为他还要生活, 这些都需要钱, 没有钱寸步难移。 有一天, 母亲正在地里除草的时候, 有一位性格直爽的大叔直接就对他说道, 你看看你, 每天都累得弯着腰。 你知道吗, 你原来的那个女儿凤霞现在有本事了, 她把你的前夫都接到市里享福去了, 就连她的继母, 她也接走了。 听说准备让他们两个人在市里养老。 你是凤霞的亲生母亲, 十月怀胎才把她生下来, 并且还把她养到一岁半。 听说她现在挣了不少的钱, 并且还嫁了一个好人家, 继母她都准备养老了, 更别提你这个亲生母亲了, 她稍微给你一点钱, 就够你吃喝不完了。 你根本就不用在这里受苦受累的除草。 看看这个天气, 实在是太热了。 母亲听了这些话之后, 她的心里也是豁然开朗, 因为她虽然和凤霞的老家住在一个村子里面, 但是她从来也没有关心过凤霞。 这几年听说前夫都去市里了, 前夫家的院子里面的杂草已经很深了。 在母亲的印象里, 凤霞还是一岁多的模样, 她长得又黑又胖, 一点也不漂亮。 但是, 想到让凤霞给自己养老, 她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于是, 母亲再三打听, 她知道凤霞在市里的上班, 就急忙打扮一下, 急匆匆地来到了凤霞上班的地方。 因为她已经不认识凤霞了, 就找到了公司门口的保安, 让她通知凤霞出来一趟。 保安大叔看到这位农村老太太, 又想到她来找自己的女儿。 高楼伶俐地, 估计这位老太太也找不到她的女儿, 就好心好意地给凤霞打了电话, 让凤霞出来一趟。 凤霞正在公司里面上班。 她接到电话之后, 以为是自己的继母来公司里找自己。 她以为家里有什么事情了。 继母不好意思在电话上面说, 才会来公司里面找自己, 就急匆匆地从公司里面出来了。 但是, 当凤霞到了保安室之后, 她望着面前这位陌生的老人, 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她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母亲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个人就是凤霞, 因为她长得和前夫太像了。 于是, 母亲泪流满面地对凤霞说道, 凤霞, 我是你的亲生母亲, 当初历尽千辛万苦才把你生下来。 你还记得我吗? 现在我老了, 腿疼得走路都走不成, 每天还要去地里除草, 今天也是好不容易才来到你上班的地方。 凤霞听到这些话之后, 她什么都明白了。 因为她参加工作之后, 父亲就告诉她, 你的亲生母亲其实就住在附近的村子, 你的外婆家和咱们是一个村的, 但是, 她们都装作不认识你。 想到这些之后, 凤霞笑了一下, 她冷冷地对母亲说道, 我没有妈妈。 说完这些话之后, 凤霞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留下母亲站在保安室门口。 她不停地跺着脚, 大声地说道, 凤霞, 现在我已经老了, 你不能不管我。 如果你不管我了, 我就去告你。 凤霞只当是什么也没有听见, 她一路小跑地向着办公楼跑去。 这几天, 凤霞因为这件事情忧心忡忡, 她告诉我, 如果有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 只要我将来脱离困境, 我一定会加倍地报答他们, 滴水之恩, 用拳相报。 这是做人的一个底线, 在我小的时候, 有许多人陌生人都想办法帮助我们一家人, 我现在都会努力地报答他们。 但是, 我的亲生母亲却对我不管不问, 她根本就不知道那些年我是怎么长大的, 中间受了多大的苦, 她从来也没有问过。 原来我以为她和我父亲离婚, 我父亲也有过错, 但是, 只是凭着她住得很近, 却对我不管不问这一点, 我就知道父亲是无辜的, 现在我给父亲和继母养老, 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我希望他们两个人能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对于亲生母亲, 他现在还能干活, 就让他去地里干活吧。 如果他将来告我了, 需要我给他钱了。 到时候再说, 听完凤霞的话之后, 我也是感慨万千, 我不知道母亲的路以后该怎么走。 但是, 我知道了一个道理, 父慈子孝是我们每个人都向往的生活。 但是, 这样的生活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 只要父母年轻的时候对子女们毫无保留的付出, 等到他们年老的时候, 大部分子女们都能一心一意地孝顺他们, 父母才能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 大部分子女们都要 ieri爱见